U型潜艇的狼群战术 是德国海军上将卡尔登尼茨的标志性打法 此战术在于针对在大西洋上的盟军商船 以及护航舰队所使用的潜艇战术 以集结多艘潜艇的优势兵力为狼群 来打击盟军海上力量于补给航线 1940年7月8日 德国U型潜艇U99号在爱尔兰南部击沉了一艘盟军商船 英军驱逐渐温逊而来 德军潜艇快速下潜准备逃离 随后英国驱逐渐发射了几枚深水炸弹 片刻间炸弹在海中接连爆炸 水中的U99船身被冲击波冲撞的剧烈摇晃 U99潜艇于1936年开始服役 携带14枚鱼雷搭载45名船员 他的续航能力十分强大 此时的U99已经被困多时 两个小时后 盟军驱逐渐逐渐远去 U99紧急浮出了水面 全力启动逃离战场 1940年10月13日 邓尼茨从法国里昂港派出了U99潜艇 去袭击一支加拿大盟军船队 同时也从各个潜艇基地派出U型潜艇 前去协助U99搜索护航航舰队 群狼战术亮出了他的獠牙 他们在大海上发现了盟军船队 U100潜艇出其不意的混入运输船的编队中 在找到最好的伏击位置后 便开始用鱼雷攻击商船 商船顿时火光四起 缓缓沉没了 护航舰队马上搜索U型潜艇 他们开始向四周投掷深水炸弹 而此时的狼群们已经纷纷下潜 但是在商船编队内的U100并没有下潜 利用商船掩护自身对其进行攻击 以致多艘商船被击沉 其余的U型潜艇在避开驱逐舰后 纷纷向商船发起攻击 在此次袭击中 盟军船队共损失了20艘商船 这种新型的潜艇攻击战术 让盟军毫无还手之力 U型潜艇的狼群战术 此时步入了他们的高光时刻 邓尼茨的潜艇部队 一时间在大西洋上所向提米 在1942年的一年内 德国潜艇供击沉商船 1160艘 总吨位高达630万吨 而自己的损失微乎其微 面对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 盟国海军也做了针对性的部署 1943年1月 盟军在护航舰队上修改了雷达系统 防止德军探测到舰队的信号 并且增加航母护航 利用舰在反潜飞机打击U型潜艇 4月28日 邓尼茨再次派出狼群 准备袭击英国船队 由于运输船队得到及时的护航 狼群们不敢轻举妄动 在另一次突袭行动中 U100潜艇突然出现在 护航舰900米的距离 U100马上下潜 试图逃跑 此时的驱逐舰上的新式雷达 已经锁定了它的位置 驱逐舰指挥官下令全速前进 U100被击沉了 然而在海上的另一边 U99也难逃厄运 为深水炸弹炸伤 船身严重受损 设备和仪表全部失灵 在驱逐舰强大的火力覆盖下 也缓缓沉入了海底 自此 狼群战术受到了盟国海军的遏制 1943年前年 德国U型潜艇击沉商船的吨位 仅为246万吨 却损失了250艘潜艇 邓尼茨的狼群战术彻底失败 也标志着纳粹德国海军走向了末路 走向了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